哈嘞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繼續來實況我們的 我們的礦風物語 對,我們今天 就來繼續玩我們的蜜蜂吧 我們在這一集 開始之後,我們今天 啊,對對對,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們說 就是,呃,我呢 在這個版本裡面,我們 我新增了那個那個精靈 我們的精靈模組被我裝回來了 對,然後他還有新增一些 好像是吃的的樣子,他有做 呃,地獄的 這個還是這個其實原本就有,然後 其實我沒有做過 呃,其實,欸,等一下 我還是 吃我,吃我錘子 這,這下面是有蜘蛛啊 啊,沒有,欸? 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他是我裝了一個,其中一個很ㄎㄧㄤ的一個模組 就是,那個,你看 這個,這個殭屍手上拿,拿,拿樂器 這個,有點像鼓手,有沒有 這是鼓手樂器,出現機率不高 不過,如果說他有掉樂器的話 我們就可以玩他的那個 玩他的那個叫什麼,他的樂器 對,他的那個小鼓可以拿來打 呃,我這一次呢,我移除掉了那個大家看起來 就是非常討厭的那個叫破碎特效模組 對,呃,我看到之前還蠻多人說 就是那個破碎特效其實看起來蠻膩的 所以,呃,就把這個效果給拔掉了 現在在敲礦物的時候 就已經不會有這個碎裂的問題了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已經新增了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就是我們之前玩過的那個什麼 呃,很酷的那個鞋子啊 還有那個龍,那個龍蛋啊 呃,我們現在其實龍蛋 也是可以用我們的蜜蜂這個東西來做 不過我們需要得到一個叫做 呃,應該是 這個,這個是龍蜂 應該是可能會在 中介出現的蜜蜂吧,比較稀有一點 不過他是他的那個蜂蜂可以做成那個 我們的龍蛋,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不用刻意去裝 呃,釣龍蛋的修正或者是 呃,釣龍蛋的模組 這一集我想看看能不能打造的 呃,比較大一點的自動龍蜂 對,我們上一集不是有做一個小的嗎 這個小的是在這邊 這個是小台的 然後,呃,還有一台比較大台的是 他長的跟這個很像 一樣是非常的巨大的這個 那個蜂子 他需要大量的鐵錠跟 只需要這兩台機器就好 一個是控制器 一個是他的外殼 那這個本身只需要用到 這個是,這個挖下來 然後再加上控制器 再加上紅石比較器 拿個噴霧劑 拿下去把我們的蜜蜂 每一個都給他稍微熏一下 熏一下,熏一下 吸煙了,蜜蜂們 吸煙啊,吸起來吸起來 好吸 OK 來來來,回來回來回來 來來來來,OK perfect 我在想如果說我上面這邊把它變成柵欄門 會不會比較好用啊 嗯 好 嗯 好,欸,試試看好了 我把它弄成柵欄門 突然,突然,突然有一個 靈機移動的想法 我想試試看 改成柵欄門會不會 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會不會 挖的時候會比較好挖一點點 沒事,各位試試看 嘿 這樣子 好,然後記得還是要尋一下 尋一下 尋一下 欸有欸 都會往外噴欸 這樣子的話就不用擔心了 OK OK 好 啊,全部挖完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礦石 我們 再跑遠一點 然後把鐵這些都給它多挖一點 然後看能不能挖到一些 那個叫什麼 那個精靈礦好不好 我們去挖一下精靈礦 看能不能挖得到 我們先做做看啦 我們先做做看 也許鐵已經夠了也說不定啊 這邊有3塊 然後這裡有51塊 對啊,可能夠啊 對不對 控制器先做一台來 可是控制器本身需要用到隔壁這一台 這一台外框 紅石鐵方塊 紅石呢 啊,紅石挖很少 對不對 我看一下紅石 1A紅石只有19個而已 應該是不太夠 不太夠 先做出一個 欸有 控制器出來了 然後控制器要做成這個的話 需要一台你 然後紅石比較氣 需要石英 就等於說我們要去地獄 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拿得到 沒有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來去找礦石 然後呢 順便開地獄門 反正我們現在有鑽稿 我們就去開地獄門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走遠一點 我們往 不要往那個方向 我們往這邊好了 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對,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順便來去這一座 這一座那個什麼 嗯 遺跡看看 我們那個遺跡裡面好像沒進去過 對,我們好像沒進去過 所以不曉得裡面有什麼 還是我們已經進去過了 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 我記得好像很久 我們都沒有進去過裡面了 對啊,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 沒錯啦 結果一進去才發現 沒有喔 你已經進來過了唷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 蛤,滑水 沒錯,我就滑 我愛滑水 你愛滑水 他愛滑水 大家都愛滑水 噢 OK 誰 噢 哪裡啊? 在這裡 還有兩隻欸 欸,我好像打錯人了 剛剛那隻並沒有想要打我的意思 走開啦 欸 摔死了吧 欸,怎麼還有? 在哪裡? 欸 你怎麼出來的 欸 欸 啊 我知道了 他掉下去了 所以他踩到壓力板了 對不對 哼 嘖 好的 嗯,白來了一趟 氣死我了 有欸,這邊應該是新地圖了喔 這邊應該有開始新增一些新東西 再往前走 有,這邊有河馬 然後還有一個是 地下層的高塔 這個我們進去看一下好了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看一下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傳奇小棒棒 哈囉 這好像之前有來過欸 可是他上面表示禁忌之道 我記得我們以前 以前來挑戰的時候 他樓上 我記得好像 因為模組Bug的關係 所以他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那個啦 那個什麼 好東西 也不算是沒有什麼好東西 他就是 嗯 用 就是沒有生成 對,他沒有生成寶物 但是這次 不曉得 欸,有欸 強力2 好,謝謝 小麥 四片可以做 天菜 嗯 匿名牌跟 線好像用不到了 欸,嗨 啊,樓上這個 這個沒挖啦 有了有了 嗨 你,是不是 很喜歡 射我啊 欸,我拿到靈魂的沙沙 OK 靈魂的沙 啊啊啊啊啊 快點快點,吵架 我最喜歡看你們吵架 快快吵,吵起來 吵起來 你們最喜歡起爭議了不是嗎 來,快去 OK,好 哇 萬惡的東西 看一下 這一次給 尖刺喔 可以附在裝備上啦 然後 火藥 麵包 OK 就這樣,其他的都送你們 這個差了一點 樓上的 這個應該就是蜘蛛了吧 喔喔喔喔 是是是是是 是蜘蛛沒錯 是蜘蛛沒錯 欸,壞掉了 欸,好了好了,不要推我 不要推我 我還年輕 不要弄 欸,快死了 我要下去了 不管了 OK,這樓上是直接 欸 還要自己拼湊道路 這個是 那個 生怪塔的碎片 這個生怪塔的碎片 好像可以拿來合成 別的東西 對,好像,但是不是生怪抓的樣子 不然我們就從外面 從外面鑽進去好了 真的有腦鬼欸 在那外面 外面飛 嗨 嗨 可是他沒生氣欸 他如果生氣的話 整隻應該會變得紅紅的 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生氣 表示 他只有我跟他是同一個 屁的 他們只是還沒生氣 唉唷,痛 OK,再來啊 阿不是,你會穿牆 哈 再來啊 穿牆給我看啊 啊,找到了找到了 嘖 就是你啦 啊 嘖 好麻煩喔 OK 挖掉了 這誰家 生氣是不是 生氣是不是 蛤 死了死了 喔 地底迷宮地圖 呃 靈魂沙 這個很多不用挖 鐵令磚 家家秘密牌 欸,給的東西還不錯欸 給的東西還不錯 好,下一站 哈囉 哈囉 請問這一個是禮物嗎 欸,有怪物 啊,快死了 不要弄啦 噢 痛欸 看我要重生了啦 我們直接飛過來 然後 解鎖 欸,所以他直接消失了喔 欸,靈魂等級都還在 偷挖你們的金磚 OK 嗯 這個挖開會是什麼嗎 沒有,這沒東西 這座塔 喔 你,欸 前面有小房子 走走走 我們繼續向前走 然後 主要是我們要先去 樓下 找找看我們的那個 地底礦坑有沒有更新 新垢石 沒有,不在 新垢石 新垢石 你知道新垢石 是什麼嗎 辣筆小新 請問 有人第一眼猜出來嗎 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有欸有了有了 幸運 欸,他叫幸運欸 嗯 好,謝謝 可是可以確定的是 從這裡開始就有新的礦石了啦 對對對 嘿,有欸 我看他的合成方式應該從這一代沒有改吧 沒有啦 沒有啦 他一樣是可以拿來燒的 大丈夫 大丈夫 這裡是 欸又是廢礦欸 這一區又是廢礦欸 對對對 這一區又是廢礦 不曉得會不會 像上次一樣我們再找到那個 機率很低很低的定 再有出現的話 我覺得可以把那個什麼 哥伯 哥伯定的系列的礦石都給他 都給他做起來 然後就讓他變成無限裝備 有沒有 永久都不會壞掉 當做是一個出奇的萬能裝備 也是也是不錯的選擇 這裡好黑喔 什麼都看不到 不要對我噴火啦 我只是想看一下 想說 想關心一下你們過得好不好啊 幹嘛啊 對不對 還是他們覺得我假好心 沒錯 我就假好心 請問你是石巨人嗎 啊是是是 我們快走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石巨人 我們朝著別的方向走就行了 這個石巨人到底要怎麼對付 看起來 他眼睛會發射射線 但如果說 我 喔 喔 他 喔喔喔 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 過來一點點好不好 你再過來一點好不好 來啊走過來 過來 喔他的他走路聲音好大聲喔 看一下 喔那是花 偷偷的 偷偷的 我如果在他發車之前打他了耶 喔喔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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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槌子傷害很夠 好痛喔 小心點小心點小心點 小心點 哇他走過來走過來 沒有味道 11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死了 他死了他死了 他掉什麼 他掉什麼吸油的東西嗎 下面有黑曜石耶 我看到了 好像也好像也沒什麼掉耶 可惡 爛東西 我如果做一把強力弓 然後 呃 附魔無限 這樣的話再加上 啊好痛喔 怎麼鬼 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 等一下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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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一點的是什麼 OK 沒事沒事沒事 下去了 好下去了 我要去挖黑曜石 下去吧 燃燒吧 燃燒吧 火鳥 啊 請允許我做的 請允許 請原諒我做的傻事 我是應該找水 我是快被燒死了 我被我自己存死 什麼啦 好難看喔 還我啦 好難看 等一下啦 等我整理一下我在過去拿啦 喔 終於找到一個好地方可以拿來挖黑曜石 嗚 不要亂噴不要亂噴 對 我想要問大家 如果說像 你們自己在玩minecraft的時候 通常 新手 就是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第一次玩minecraft的時候 他 蓋了一棟房子 之後就非常簡單的 就被苦力怕炸掉 之後他就再也不玩minecraft 因為他的那個叫什麼 自尊心受創 對我想問大家 你們玩minecraft的時候 最討厭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 可能會難過到讓你想要 直接 刪遊戲那種等級 除了 應該炸房子 可能是最最最嚴重的 包括你可能玩伺服器的時候 東西被人家偷啊 還是你 挖礦的時候掉進岩漿裡面 然後全部不見啊 然後 在伺服器裡面 沒有朋友跟你玩啊 之類的 有沒有這麼 就是有沒有讓你覺得想要退坑的那種 感覺 我不知道 因為以前大家玩minecraft都是 玩得蠻瘋的 但是也有不少人也已經退坑不玩minecraft 所以我不想說 想要來看大家的意見 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想分享 也都在畫面下面留言 分享給大家看看 就是你們當初玩minecraft 然後有沒有遇到什麼很不愉快的事情 或者是 你們自己有什麼覺得minecraft從哪個地方玩起來 那個角度可能玩起來還蠻好玩的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們其實也可能也沒在玩生存啊 就只是都在玩一些比較競技類型的啊 像是什麼 那個什麼那個跑酷 或者是 床戰 這些都有啊 就是想說看看大家的分享意見是什麼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版本的地獄應該也是 少加困 難一點 走我們就回家點個燈 然後來去地獄看一下 嘿 然後地獄門就開在 地獄門其實就開在這附近就好了 也不用 要不然就開在這邊 我再去挖黑 我再去挖一顆來捕 然後把這敲掉 來 耶 走 來去地獄挖石英 挖個幾個就好了 運氣好的話 請問我安全嗎 唉唷 他的炸彈怎麼是 唉唷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我打不回去耶 好啦不要把我的門炸掉啊 欸我真的打不回去耶 完蛋了我 我應該 好啦好啦不要鬧了不要鬧了不要鬧了 我要找另外一個地方 走過去 不行不行這邊超難跳的 根本就動不來 噢 stop it stop it please stop 我進去 不要讓他炸掉門 不要讓他炸掉門 門很重要 OK好 雖然是不比以前的地獄恐怖啦 因為畢竟這個包是組個休閒巷而已 它不會那麼難 喔 有石英 還有怪怪的怪咖 OK 欸有蜜蜂的巢穴耶 不知道這裡的蜜蜂長什麼樣子 希望看能不能有一些比較稀有一點的蜜蜂 地獄的蜜蜂跟我們現成的蜜蜂還是會有點落差 畢竟他們的環境不一樣 會有一些新的啦 只不過生產什麼我就不確定了 應該是有石英蜂也說不定喔 只不過他們就不用擔心不夠了 OK 石英多挖一點 機器會需要用到石英 應該也不用太多啦 這樣幾個 四個 不然就挖 把這區挖完就好了 我看看下面還有一個 喔好險 好險門沒被炸掉 回來了 OK 好 我們來把它給做出來吧 為什麼這裡會有木頭 好把這台拆下來 直接變成大機器 就不需要再管你了 就不用再用它的小小自動化了 欸 有了 主機做出來了 然後外殼的話我們就慢慢再生產就可以了 我們的鐵錠數量還是算少 所以我們可能要到下一集才有辦法完成那台大機器 只不過還行啦 我們至少今天有挖到一些新礦物跟 我們的精靈 精靈麵包還有精靈礦石 對對對我們就慢慢這樣子推吧 推到後面就是各種刷刷刷 各種 做做做各種 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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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我們可能往後養一些低音密封的話 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對 嘖,有可能啦,我們就這樣子吧 感謝各位收看,我們下午再繼續看閒,掰掰